广佛微笑的一天 早晨,阳光洒下来 背着书包上学去 又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这里,老师有几个小叮咛 一,小朋友要早睡早起 上学才不会迟到哦 二,一定要吃早餐 才有活力哦 三,出门时 别忘了向爸爸妈妈和家人说再见 学校的路口 有义工爸爸,义工妈妈 以及警察叔叔,警察阿姨 老师们为小朋友指挥交通 保护小朋友上学的安全 各位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经过马路 遇到辛苦的义工爸爸,义工妈妈 老师以及警察叔叔阿姨们 要记得向他们说声谢谢 或是道一声早安哦 你看,小朋友穿戴整齐 要去上学哦 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听从义工妈妈或义工爸爸的指挥 当指挥骑,举起时 要排好队伍,快速通过 进教室 进教室咯 小朋友进教室以后 先把书包放好 把物品放好 然后把窗户打开 使教室里的空气可以流通 通常老师会把今天所要抄写的联络簿事项 预先写在黑板上 小朋友坐下来以后 就可以把联络簿打开来 抄写今天的联络簿事项 抄写联络簿的时候 要注意填上日期 星期几 然后呢 条列清楚 自己要工整 小朋友陆陆续续来上学 有的小朋友 因为父母亲工作忙碌 来不及在家里吃早餐 如果你要带早餐来学校吃 那么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叮咛哦 第一个 要尽快把早餐吃完 不要放弃过久 第二 吃完早餐之后呢 一定要做好资源回收 纸类 塑胶类 一般垃圾 等等 一定要按照老师所指导的 把垃圾做好资源回收的管理 抄完联络簿以后 有的老师会安排 听堂诗 或者是书写其他的作业 有的老师会安排 小朋友画画等 有的老师会安排 小朋友看故事书 那么小朋友抄写完联络簿 就可以进行阅读的工作 故事书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小朋友多阅读 那么你就可以认得很多字 你就会在各方面有很多的进步 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安排 自己画画 或者是自己复习功课 等等 或者是整理回家作业 有时候 排长也会在这个时候 收好昨天的回家功课 来给老师批语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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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囉 班長會喊 小朋友們向老師說聲謝謝 就可以下課囉 如果你要到教室外面去進行活動 那麼應該要先把桌上的書本 還有你上課所使用的物品收整齊 有的小朋友會擺在置物櫃 有的小朋友會擺在抽屜或者是放回書包裡 這是我們的中庭 也是小朋友可以和同學一起玩捉迷藏 一起玩鬼抓人 一起玩各種遊戲的地方 遊戲區 一年級小朋友最愛吃的地方就是這裡啦 這裡有一些遊樂器材 小朋友在玩耍的時候 一定要排好隊伍 不爭心恐後 不互相推擠 以免發生危險 1 2 3 4 5 5 5 6 6 7 7 8 8 8 9 9 9 10 10 11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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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4 16 16 15 17 17 19 19 20 21 23 嗯?小朋友去哪裡呢? 下課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千萬不要等到很急了才重重忙忙的跑過去 猜猜看是什麼呢? 哦,原來是廁所啊 學校的廁所分成男生使用和女生使用兩種 男生使用男生的廁所,女生使用女生的廁所 上廁所一定要注意,應該有的禮貌和個人的衛生習慣 這樣子才能保持廁所的乾淨、整潔 這是男生廁所 這是女生廁所 輕輕的敲敲門 打開門 關上門 上廁所 一定要保持廁所的乾淨、整潔 不要把尿尿撒了一地喔 這是站的位置 大家一起來維持廁所的整潔 這是健康中心 小朋友下課玩耍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擦破了皮 受傷、流血了 可以報告老師 或者是到健康中心來 健康中心有和蔼親切的護士阿姨和義工媽媽們 幫小朋友服務喔 小朋友也別忘記了 當護士阿姨幫你擦好藥以後 要說聲謝謝 望遠凝視 什麼是望遠凝視呢 學校星期一到星期五 第二大節的下課時間 安排了望遠凝視的時間 這是因為我們的眼睛 在上課時間 讀書、寫字 難免會疲勞 那麼 在這段時間裡 讓眼睛 看向遠方 可以使眼睛放鬆 可以達到視力保健的效果 健康操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第二大節下課時間 也安排了健康操時間 老師會知道小朋友健康操的動作 小朋友要認真學習喔 動一動身體 身體才會健康有活力 上課了 要進教室了 糟糕 每個教室都長得一樣耶 怎麼辦呢 我的教室在哪裡啊 小朋友 別忘記囉 每間教室上面 都有班級牌 要認好你教室的位置 那麼你可以看看 那是最好辨識的了 那是最好辨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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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級的最好辨識的 新年級的小朋友 每天都快快樂樂的 來上學 平平安安的回家 那是最好辨識的 最好辨識的 那是最好辨識的 那是最好辨識的